那圣经中记载神后悔了 算是人格的体现 你人的体现 那样的体现 怎么理解神永恒不变的属性呢 上帝是不变的 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 上帝的属性也不变的 上帝的计划也不变的 但是上帝的计划太广 太深 太宏大 包罗了一切 但是在他的计划当中 有一些是隐藏的 我们不知道的 那个永远测不透的 还有一些是在恩约里 向我们启示的 在恩约里面 就设定了一些神的作为 比如说你们要怎么怎么的 我就怎么怎么的 条件性的 这是我们神和我们之间互动的 你们若悔改 我断不喜悦恶人之死 罪人我盼望我喜悦的是 罪人在他们的罪中 转离他们的罪 他们得火 一夕结束 那么上帝说你必死 但是他悔改了 上帝又不让他死了 以赛亚书里面 记载的那个王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你必死 王就 上帝 求你纪念我过去 在你面前行的重心 然后流着泪 然后面着墙 悔改了 西西加是吧 然后走到半道 宣告了死亡审判的 这个以赛亚走到半道 上帝就说 你回去对他说 然后回去又 为什么上帝好像变了 其实上帝没变 这是上帝和我们人之间关系的 你若不悔改 你就必死了 这是照着他现在的状态 但是警戒他的时候 他悔改了 上帝就连免识人给他 赦免他 延续他的生命 所以是以赛节书里面 说得非常清楚 我若向谁宣告 你必死 但是恶人 因着这个警戒 转离他的恶 悔改的话 他就不因他的罪灭亡 反过来 义人因着他的义 骄傲 然后转离神的话 他不会因着前面的义 得门包上 反而因着他的恶灭亡 这就是神的心意 上帝没有变 上帝就是这样 公义的 断不义 有罪为无罪 但是他又乐意赦免人的罪 所以他在与我们之间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人变的时候 他就照着我们 或者是刑罚 或者是恩怠 这个神一直没变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和我们之间相对的关系当中 有这样的变化 但是在永恒的这个角度 上帝就没变嘛 上帝愿意赦免悔改的人 所以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就没变